指甲长到肉里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万卷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主人医师 指甲长到肉里 实际上就是指甲长在甲钩里皮下来 我们把它叫欠甲 它往往是由于职业 比如说盖活 反复的建水 物理摩擦似的指甲生长发育过程中 变形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长到肉里以后 会使甲钩防御层破坏 出现甲钩的一个糜烂 而从而导致炎症 所以说欠甲的病人 指甲长到肉里的病人 往往活命由甲钩炎 我们怎么治疗的 传统上就是出现甲钩炎以后 我们先给它抗感染 严重的要口服加外用抗感染 然后感染控制以后要拔甲治疗 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的治疗方法 叫挂线疗法 我们可以把指甲取上一部分挂 让它重新增长 重新长 然后这样和它指甲就会长出来 不在肉里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